第五题,如下图坐标平面上面有一个透明片 这个透明片上面有一个抛物线 还有抛物线上有一点P 而且抛物线的它是二次函数 y等于x平方的图形 这个抛物线是y等于x平方 好,先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从这个y等于x平方我们就知道 这个一开始在这个透明片上面这个抛物线 它的顶点坐标呢,应该是00 题目说P点坐标是24 P点坐标这里是24 好 如果将这个透明片向右向上移动 以后发现抛物线顶点坐标是72 从这里呢,你就可以发现说呢 这个抛物线呢 它的顶点呢,是从00移动到72 从00的地方移动到72 00怎么移动到72呢? 如果顶点从00移到72 那现在题目也要问你说 那现在题目也要问你说 P点会从它原来的24移到哪里呢? 移到什么地方呢? 好,既然是平移 我们知道说顶点从00移到72 那它怎么移呢? 它就是先向右边移7格 X坐标从0变成7 也就是说呢,这个点是从往右边移动了7格 Y坐标从0移到2 往上移动了2格 先向右7格 再向上2格 或者 先向上2格 再向右7格都可以 反正就是往右7格 往上2格 所谓平移的意思呢 是说 这个抛物线上面 每一个点都按照 往右7格 往上2格 这种方式来移动 所以呢 P点原来 在24的地方 也往右边7格 往上2格 往右7格 X坐标加7 往上2格 Y坐标加2 所以呢 会变成 移动到 2加7等于9 4加2等于6 最后会移动到 96这个点 答案选B 这个选项